各位澳财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有道 我是高松玉 中澳之间的贸易摩擦 在上周再次升温 既大麦和牛肉之后 现在铁矿石和煤炭行业 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国海关当局表示 将会从6月1号开始 将对铁矿石的进口 进行更加严格的检查 而有消息称 中国的电厂也收到了通知 将会停止进口澳洲的煤炭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可以说澳洲的媒体 是一片的哗然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中澳之间现在的 这种贸易的情况 哪些行业受到影响 会比较的大 这对于澳洲的 那些上市的股票来讲 将会意味着什么 这是今天想和大家 进行探讨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好了 中国是无容置疑的 澳洲最大的双边贸易合作伙伴 贸易金额达到2000亿 这是远远的超过于其他的任何的国家的 日本和美国排在第二 第三也都只有776和700亿左右 从出口方面 中国占澳洲出口的比重达到38%之多 然后日本排在第二只有16% 后面是韩国英国和美国 可见在贸易上面来讲 中国对澳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澳洲卖什么东西给中国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20大澳洲出口的产品 最为主要的其实是矿石 铁矿石和煤炭是最大的产品 都超过了600亿澳元左右 这两项加在一起呢 就占澳洲自己的出口的30%了 第三项是教育 教育占澳洲出口的8% 之后是天然气7.7% 私人旅游5.4% 后面呢包括金矿啊 铝矿石啊 铜矿啊 也都在前面 基本上对于前10大澳洲的出口行业而言呢 中国都是第一大买家 而近期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20个里边呢 牛肉是排在第8位的 占了澳洲出口的2% 而这个被加税的大卖呢 其实还没有进入到这前20个产品当中去 换一个角度去看 这是澳洲卖于中国的 那澳洲从中国买什么呢 从进口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澳洲主要从中国购买的是电子设备 机械 建材和衣物 那么这些东西和澳洲的制造业 建筑行业和零售行业是息息相关的 这几个行业对澳洲来讲很重要 那比如说建筑行业雇佣了118万人 然后教育行业雇佣102万 住宿行业和食品服务是雇佣88万 这都是澳洲比较大的 雇人的这些行业 随着中央摩擦的声温呢 我们看到其实在澳洲的媒体上 也传出了一些不一样的 不同的这种观点 仅在澳洲的金融时报 反正秀review AIFR呢 就有三种完全不太一样的声音的 第一种声音是中国对澳洲的抵制 将会全面的展开 AIFR的中国记者Michael Smith 他的撰文表示 而且采用了比如说像全球时报和多家中国研究机构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抵制将不止于牛肉和达麦 会涉及到像铁矿石 涉及到像海鲜和旅游 因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历史上 这样的情况就是发生过的 比如说韩国 比如说挪威都受到过类似于这样的影响 而第二种观点也是来自于反正秀review 他表示伤害澳洲的铁矿石行业 中国就会伤害自己的利益 因为这个文章里面所认为 其实巴西是无法替代 无法替代澳洲为中国提供所需的 所有的这种矿业的需求 去年因为淡水和谷的停产 其实一度导致了全球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那如果到现在 中国想使用巴西来替代澳洲的话 那无疑将会是提高自己的原材料的成本 提高自己的生产制造的风险 中国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而第三种观点我觉得更加的有趣 那就是特朗普是不是躲在中澳贸易摩擦的背后 促使这个事情的发生 金融时报的政治编辑Philip Curry 就直接发问了 是不是特朗普造成了这一切 那原因非常简单 几乎就在中国宣布了 对澳洲大麦增加80%的关税的同时 中国就宣布增加了 对美国的大麦和蓝莓的进口 这显然不可能是巧合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2020年1月份 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在协议中 中国将购买额外的2000亿美金的美国的产品 其中除了知识产权和技术以外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农副产品 这其中包括了大麦 小麦 红肉和奶粉 所以说会不会真的是美国的原因 导致现在澳洲在美国的贸易增量上 而买单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澳洲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到底哪些行业真的有可能会受到中澳的贸易摩擦的进一步的影响呢 我觉得我们看一些最近的数据 在疫情之后 中国其实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明显的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三月份 我们看到这个铁矿石的这个增长 天然气的增长和煤炭的增长都是大量的 而且呢 在这种情况下 的的确确需要去考虑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种观点 是不是巴西真的有可能替代澳洲的大宗商品的出口 这的确是一个问号 那服务行业相比大宗商品来讲可能显得更加的脆弱 教育和旅游本来就在疫情之下受到的重击了 那如果说贝壳替代性相对比较弱的话呢 会不会这两个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加的大呢 除此以外 还有农业和食品行业 刚才我们所提到了 比如说像红肉水产品和奶粉 其实都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协定下所增加的产品呢 这些行业本身出口体量并不大 是不是有可能更会受到现在中澳之间的这种摩擦 而导致这些行业会被牺牲掉呢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 我将会把这个内容分成几个不同的章节 我们会讨论大宗商品 看一看澳洲的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 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上市公司 看一下服务行业 看看教育 看看旅游 看看这些行业当中 哪些公司会受到中澳之间的影响比较大 以及农业和食品 那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大麦和牛肉了 那可能接下来我想重点和大家讨论的是澳洲的海鲜和澳洲的奶粉 看看这些公司里边哪些有可能会被打击 哪些有可能会抗压 而是不是有一些呢 反而会给我们一些机会呢 那请您关注澳才网的频道 我会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和您详细的看这些行业 以及这些行业当中的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跟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想了解哪些股票呢 也请您跟我们留言 想获得我们的文字版的内容呢 请您关注高潭澳洲的公众号 我会在未来几天和您进行更多详细的探讨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